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大家好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克雷斯欧亚克罗姆摩世的每日灵修话语的实际 10月8日 星期二 和好的事工者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界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托付给我们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自言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定罪的信息 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 例如 当你传道并告诉人们 我们都是罪人 除了神 没有人是义的 许多人的自然反应会是 是的 这是真的 当你兴奋地谈论 主很快就会再来时 这些人会感到不安 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 他们一直处于情绪低落和不确定性之中 但请阅读开篇经文中保罗的陈述 经文说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界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托付给我们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请注意 这里说的是神将和好的事工 而不是定罪的事工托付给我们 这事工见证了在神的救赎工作中 神是在基督里 不是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身上 而是把他们所有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 耶稣承担了全世界的罪恶 当他死了 每个人都在他里面死了 他为全世界的罪恶付出了终极代价 因此 在那异者的心智中 我们都死了 这就是神不计算人的罪的原因 所以 当魔鬼试图欺骗你 在你心里挑起定罪的念头时 告诉他 神已经是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把人的罪算在他们头上 任何相信的人都不再被定罪 而是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 神指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这就是他要我们告诉每个人的信息 在基督耶稣里 公义已经被预备好了 因为他 神自己在基督耶稣里为人的罪付出了代价 这就是我们在看篇经文中读到的内容 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人的罪责归落于他们 又将和好的道托付给我们 注意 归落一词 这是一个法律术语 意思是指控 神并没有以人的过犯来指控他们 那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好消息的原因 你是好消息的使者 你的使命是和好而不是定罪 哈利路亚 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让我有幸成为你和好消息的传递者 作为天国的大使 我传播信心 希望和爱 勇敢地宣告 救赎的话语 将罪人从黑暗的领域 快速地带到神儿子的荣耀 自由中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参考经文 罗马书五章八至十节 罗马书八章一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至二十一节 一年读经计划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 至二章一至五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至四十七章 两年读经计划 西伯来书二章十八节 耶利米埃哥四至五章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城市 地区 教会 只要你有心将神的福音传到地底 我们欢迎你 与我们一起合作 在二十四小时内 用话语的实际 以所有已知的语言和方言 带上帝的爱和信息 到你所在的地方充满整个世界 你可以通过四种方式 为这个活动做好准备 第一 赞助话语的实际 第二 参与祷告 第三 招募赞助者 第四 在你的城市分发话语的实际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们一起祷告 请扫描以下的二维码通过Zoom连线 我们将每周一晚上九点半 为这个活动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 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祂 为我而死 神又使祂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祂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